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次的海上阅兵中 共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约40艘军舰 16艘高帆船 超过60架飞机 十支军乐团和8000名水兵加入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导弹驱逐舰 青岛舰 澳洲女总督布赖兹当日检阅了舰队 英国哈里王子和澳洲总理阿伯特也都到现场观看 本月十日晚在悉尼哥剧院 两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年度国际学生大奖 新州年度学生奖意在肯定优秀留学生们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 他们来自各个教育领域 包括中学 英语语言学校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和高等院校 今年共有五名优秀学生获奖 分别来自中国 马来西亚 韩国和巴西 其中就读于悉尼阿什菲尔男子高中的广东佛山留学生田俊熙 和Blake Kirst高中的北京留学生杨宇涵 并列获得中学组奖项 新州全境共有超过7.2万名国际学生 国际教育行业每年为新州带来55亿澳元的收入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13日发生大火 水上运动中心外停车场内的汽车被波及 共计47辆汽车被完全烧毁 另有33辆车受损 约500人被紧急疏散 警方初步调查认为 可能是乱刃烟头引发大火 上月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中 惨败下野的工党13日选举 原全国工会主席比尔·薛顿为新党首 以其重过选民支持 结束党内纷争 工党由此迎来 继朱利亚基拉德和路克文之后 四个月内第三名党首 薛顿现年46岁 职业律师出身 这次党首选举历时一个月 工党籍议员和大约40万名党员都有资格投票 且选票权重相同 10月10日凌晨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警方 展开大规模行动 突查位于墨尔本的地狱天使 摩托车党 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毒品和赃款现金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 参与这次突击行动的 维州警员 联邦警员和海关及海边境保护官员 超过700人 突查了墨尔本北部59处地址 抓捕了三名涉案疑犯 警方警动总指挥官Steven称 警方缴获的弹药 毒品和现金数量众多 需要动用拖车才能运走 以上便是这周的新闻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